二四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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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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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一 二 三 开 开 南京挖出朱元璋女儿墓 里面居然有活人住了37年 专家开启棺果后 发现一滩神秘液体 粘在公主遗骸上 放在鼻子前一闻 满脸通红 怒骂盗墓贼 禽兽不如 那么问题来了 堂堂的大明公主墓 怎么会有活人居住 那滩不知名年夜究竟是什么 2018年5月 位于南京雨花台机场路工地上 挖掘机突然一沉 发出了几声哀鸣 下一秒 三块厚重的青石板被跑了出来 哎呀 不对劲 几个工人冒着胆子跳入坑内 只见泥土中插满了各种砖石 俨然一座古墓的样子 很快这个消息便传到了 南京市文物保护局的耳中 半小时后 专家抵达现场 一下车就被面前的景象给震住了 原来先前那些青砖 是按照横竖交错的方式 分每层六块砌成的 这在古人笔下有名三炫三符 是明代皇室独有的下葬礼制 怀揣着激动的心情 考古人员立即展开了抢救性发掘 很快墓道的位置就被锁定了 就在十几个壮汉 忙得上气不接下气时 一块完整的墓志明出土了 上面用转书工程的刻着 王母张太工人之墓 八个大字 打亮着眼前的这座墓 所有人都愣住了 因为太工人是朝廷四平大元母亲的封号 怎么会莫名其妙地出现在王室墓葬里呢 正当大伙百思不得其解释 涌到的不远处又绝出了一座新坟 其外观呈长方形 规模宏大 丝毫不逊于这座皇家陵寝 经过对砖石造型的分析 专家判断 这是一座六朝时期的贵族墓葬 刹那间所有的疑惑烟消云散 原来这三座墓之所以凑在一起 乃因风水导致 从空中鸟看 此地背山面水 藏风掩雾 乃是绝佳的风水宝地 可就在研究人员摩拳擦掌 打算大干一场时 意外发生了 在墓室的天花板上 惊现出一个大洞 难不成盗墓贼已经截足先登了 忐忑间众人来到了第一间墓室 下一秒 一座硕大的石棺映入眼帘 就在大伙欣喜不已时 人群中传来一声惊呼 快看 地上有窟窿 南京挖出朱元璋女儿墓 里面居然有活人住着37年 专家开启棺棺果后 发现一潭神秘液体 粘在公主遗骸上 放在鼻子前一闻 满脸通红 怒骂盗墓贼 禽兽不如 此刻 所有人都被面前的石棺给吸引了 只见他四周相有图案 精致奢华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 推开后却空空如也 只剩下一枚铜镜和少许残枝 先前地上躺着的骷髅 不出意外 应该是盗墓贼的杰作 唉 还是晚了一步 接住手电微弱的光亮 依稀可见古镜上两只蓝缝 在翩翩起舞 正中央位置还写着 红武七年八月日造 春字一号等两行小字 红武 这不就是朱元璋的年号吗 春字又代表什么 来不及细想 众人又赶忙钻入后市 因为按照布局 此处正是墓主人的长眠之所 可谁料 刚一来到门口 所有人都被惊得说不出话来 只见石台上堆满了被褥床单 角落里还丢弃着用过的矿泉水瓶 难不成盗墓贼还没走 经过调查 好在是虚惊一场 原来这些东西 隶属于几个流浪汉 据附近的村民回忆 37年前一场洪水袭击了这里 再后来 地上就塌出了一个窟窿 有年剩下 几个外乡人因为没地可去 便抱着毯子钻了进去 后来当地政府因为觉得不太美观 便让人买了水泥石灰 把洞给堵住了 也不知道后来怎么又被破开了 很显然是盗墓贼所为 由于时间太久 也来不及分析 那会流浪汉的身份了 眼下抢救国宝最为重要 五分钟后 石棺终于打开了 只见一堆黑漆漆的残骸烂在里面 让人无法直视 仔细观察 表层还黏着一些透明液体 摸起来黏糊糊的 隐约中还散发着腥臭味 两天后化验结果出来了 居然是可燃性有指 这群天杀的盗墓贼偷走了棺材里的宝贝不说 临走前还企图一把火将罪证给烧了 好在墓里湿度大 又被地下水侵蚀过 他们才没有得逞 那么问题来了 这座墓的主人究竟是谁呢 眼下所有的希望都压在了那枚铜镜上了 南京挖出朱元璋女儿墓 里面居然有活人居住了37年 专家开启棺果后 发现一滩神秘液体 粘在公主遗骸上 经过查阅史料 研究人员发现了镜中的奥秘 原来朱元璋在位时期 为了崇尚节俭 居然将铜镜作为礼物赐给了儿女们 甚至本着内外有别的原则 还让工匠在后面标出了符号 美代表嫔妃 也就是外戚 而春则指代公主们 也就是朱元璋的亲生女儿 至于所谓的春字一号 翻译成今天的话 就是大明长公主 因为事关重大 考古人员加快了牧师的清理速度 果然在一个不起眼的洞里 找到了一块木制名 其由制盖制石构成 刻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 经过破译 居然是临安公主的生平事迹 而这位大名鼎鼎的临安公主 正是大名太祖朱元璋的大女儿 也就是长公主 她的一生可谓是既辉煌又悲惨 其原名朱静静 红武九年 封为临安公主 每年享有一千五百担碎鹿 和两千贯钞 良田万寝 庄元无数 受天下人羡慕 然而好景不长 突然下架给了都尉李奇 按理说这是极不正常的 一个小小的都尉凭什么能与公主相提并论 只因为其父亲乃是大名开国元勋李善长 鄙视的他挡雨遍地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朱元璋为了自己的皇位 不惜献祭女儿终生幸福 可结果呢 却是惨败收场 红武二十三年 因胡威雍牵连 李善长满门抄斩 只有驸马公主二人侥幸逃脱 被全家流放至不毛之地 直到明成祖朱棣登基后 才得以逃出苦海沉渊昭雪 也许是为了偿还心中的愧疚 林安公主死后 出并规模盛况空前 埋入的金银玉石翡翠不计其数 即便显眼的都被盗墓贼抢掠一空了 但专家们还是从墓里清理出大批小型金银器 包如蝉翼的金铭壁 造型华丽的球形事件 以及玉石磨成的珠子 珍珠穿成的手链等 从其发现的位置来看 应该是公主生前日常佩戴的 由此可以想象 古代王室生活究竟有多奢侈多锦绣 只可惜再显赫尊贵的出身 都无法摆脱沦为政治牺牲品的命运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